陆青一说完三种进化路线,等待起食语的选择,反正这个食语没法权都要了,因为青年虫只能进化成一种生物。 冰金凤蝶,鬼美人蝶,光明女神蝶。 老实说,食语觉得都不错,毕竟不管怎么说都是统领级生物啊,统领级生物比超凡级生物的成长上限要高很多, 如果能契约一只统领级生物,只要能养得起它,成为职业预售师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此时,换作任何一个剑袭预售师,估计都已经兴奋地选择起来了。 然而,听完之后,食语没有立刻欣喜地选择一个,倒不是他选择困难症出现了,而是,他听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青棉虫想进化为统领级生物,除了一些必备的进化材料,虫丝熟练度竟然只要精通级就行了。 他之前还以为最低的完美级呢?追求完美熟练度虫丝过于困难。 那如果追求初神入化级的虫丝熟练度呢?到时候,是不是激发初宠兽200%的潜能? 有青棉虫在进化前掌握初神入化级别的虫丝吗? 食语问道,陆青一道,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你能找到适合青棉虫成长的秘境,以及空间,花费巨大代价培育,或许能在它有生之年把虫丝熟练度提升到那个级别。 又或者,等你成长到传奇级别,再返回来培育青棉虫。 这个方法的话,先不说性价比,至少这只青棉虫是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大致就这两个方法,目前国内也不是没有成功案例,那只青棉虫已经进化为了种族为君王级的兵黄鹅,怎么,难道你心动了? 食语笑了笑,问问而已。陆青一道,别太贪心,如果打算进化,青棉虫的虫丝等级也不是越高越好。 虫丝等级越高的话,进化成功后潜力固然更大,但相对的,进化过程也更困难,会出现破茧失败的风险,所以这才是不必刻意追求完美熟练度的原因。 除非,你能保证你使用的进化材料可以100%让青棉虫在进化过程中觉醒强大的新种族技能,并且这个技能可以100%破开虫茧。 但这种事情,哪怕是最顶级的进化规划师都无法保证。 食语大概听明白了。 青棉虫虫丝等级,化的茧的等级,破茧难度,进化后潜力,是成正相关的。 而想成功破茧,则需要在茧内顺利觉醒强力的新种族技能,使用这个能力破茧。 至于如何在进化过程中觉醒新种族技能,则需要在青棉虫化茧前,给它提供适合的进化材料。 如果提供的进化材料不对,则会觉醒技能失败,从而破茧进化失败。 食语细细琢磨后,心中移动。 如果青棉虫的进化机制是这样的话,或许,它不一定非要走已知的进化路线。 食语看向了鸟笼中的青棉虫,所以说,如果自己在它化茧之前,就通过技能图鉴教学了技能给它,结果会怎么样? 这样就可以不用走传统的进化路线了,直接用进化前的技能破茧,只要技能等级够高,就不会有破茧失败的风险。 同时,虫丝等级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堆到满级,让最高等级虫减滋润内部的青棉虫。 这个操作似乎可行。 本来食语觉得统领级生物不错的,不过现在,它忽然想自己培育出一个全新进化型看看。 它完全可以打破常规进化方法,用不科学的进化方法。 进化前学会新技能加出神入化及从私家随心所欲的决定属性的进化材料等于。 食语忽然有点懂那些喜欢研究青年重新进化型的研究员了,开讲真的爽。 它点了点头道,那我选择光明女神蝶吧。 虽然不一定进化这个,但目前选最珍惜的准没错。 他要参考一下其他进化路线的进化材料是如何搭配的。 陆清一道,果然是选最高级的。 不过我刚才提醒过了,它们三个的进化难度是由易到难的,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再让青年重尝试进化。 浪费珍惜的进化材料是小事,如果破茧失败,你的青年虫可能会困死在茧内。 好,进化方法可能是陆清一私人珍藏或者收获,它当场就把进化方法记录给了食语,材料的分量,等级也标注得很全面。 一个能把宠兽借齿入青年虫培育到种族为高等统领级生物的进化方法,价值自然不用说,完全可以缔造一个御兽师家族,但陆清一很随意的就把方法告诉了食语。 这也让食语更相信对方口中的食语局可能真的很厉害,传奇御兽师保镖以后或许还真可以安排上。 名称,青年虫。 进化路线,光明女神蝶。 技能要求,精通及熟练度以上的虫丝技能。 进化材料,为成熟光之心脏一颗,一年到三年,成熟太阳花瓣,石片,荧光盒,三个,发光真菌,五十克,日光盐粉末,大量,成熟含光草,大量。 进化方法,青年虫成长等级达到九级后,使用九比一比例的日光盐粉末清泉水浸泡含光草作为主要食物,食物浸泡时间为一小时,直至青年虫成长等级达到十级。 青年虫成长等级达到十级后,一天内进食未成熟光之心脏一颗,成熟太阳花瓣石片,荧光盒三个,发光真菌五十克,全部食用完成后,即可使用虫丝技能化碱。 进化过程需要三十天左右,如果顺利,青年虫将在碱内觉醒技能红光,从而破碱进化为光明女神蝶。 这材料,光之心脏是特殊果实的名字,太阳花是高级灵质,荧光盒是荧光虫的能量结晶,发光真菌是采光菇上的真和生物,日光盐是稀有矿物,寒光草也是稀有灵质。 光看名字,时宇就已经能想出这一堆材料的价格会很贵,不由得一阵头大,这要全部买齐,自己的一千W够吗? 铁竹作为最低级的一级资源中最廉价的材料都那么贵了,这里面的材料没有一个低于三级的。 虫虫,咱们果然还是自己研究一个更牛的进化路线吧,高等统领,太低了。 如果到时没把握,再选这个备胎。 截至到把青年虫的进化方法交给时宇后,陆青一带着自己的蜂魔狮离开了,院子里又只剩下了时宇,石铁兽,青年虫它们三个。 目送这陆青一离开,石铁叹了口气,他也不知道自己选择加入十一局是好是坏。 虽然嘴上抗拒老本行,但的确就如陆青一说的,如果真的发自内心抗拒,他也不会和那个十项产生共鸣了。 算了不想太多了,总之明天就能有钱了,今天可以先挥霍一点。 石铁收好进化图纸,决定先去买一部手机再说,他惦记这东西已经很久了,现在终于可以很下心来了。